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泰克前言 如果某一天你突然心血来潮 想要骑你的自行车去野外露营或者野炊 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自行车的装载力很差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辆能够装很多东西的自行车 GSD就是一辆专门干这个的货运自行车 它是由一家名为Turn的公司生产的 这家公司专门生产这种带有超长后座的自行车 我们此前介绍过一辆能够在后座上驾帐篷的自行车 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 而今天咱们说的是货运版本 货运版的GSD车尾不能加装帐篷 但在车架的顶部和两侧有专门的行李架 可以加大装载物品的空间 因为本身自行车的货架就很长 在扩展以后其装载能力又会大幅的提升 而且自行车的车头还有一个很结实的行李架 无论你是露营野炊还是长途骑行 你所有的装备放在上面都不在话下 其实这辆自行车主要就是为了长途骑行准备的 它有很多小设计也是专门应对长途旅行的 自行车还带有电动助力 当车辆负载过大就可以启动电机辅助行驶 这会让骑行者节省很多的体力 有了这种自行车 它可以走很多汽车走不了的地方 你也有机会见到很多从未见过的风景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见